大谷祥平跑回至圣分驻罪击败皇家法兴社 记者尼婉军综合报道 大谷祥平今又敲出两支安打 其中在八局敲安上磊后再跑回至圣分 不但成为天使打出六连胜的关键 更攻破过去十三季在十三号星期五比赛二胜十一败的不祥胜战魔咒 在西方文化中若碰上十三号星期五 对迷信者而言代表不吉利的一天 美国时间今天就是十三号星期五 大联盟官网在比赛开打前就整理出自2005年以来 关于这个黑暗之日的数据 只有切球队在十三号星期五的战绩就特别差 其中包括天使的二胜十一败 天使在三局上先靠普猴子的两分炮先持得点 但皇家随后再三下追回一分 四下又攻得三分 让天使反倒以二比四落后 不过天使展现任性 七上再追回一分 八局则在科扎特和大谷香平相继敲安后打出扭转战局的攻势 不但科扎特在队友安打护送下跑回四比四的追平分 大谷香平更靠近思乐的高飞牺牲打跑回至胜第五分 中场天使就以五比四弃走皇家 也立场过去十三年在十三号星期五 仅一乘五十四的胜率 值得一提的是海盗队在过去十三年来的十三号星期五 更惨到只有一胜今天在以二比七不敌马铃鱼 累计自2005年以来的十三号星期五战绩是一胜十三败